瘦斯街這件事情 我會覺得 啊好麻煩喔 喔喔喔 好麻煩喔我好不想出門 沒有不是網路的東西不用出門 很爛就是了 土地如果出農奴跟雙奴飛龍管理員的skin會買嗎 不會 呵呵呵 不會 要看他原本是誰啊 看基底是哪個職業啦 獵人是因為獵人一定很常打 法師也可以啦 可是法師要換誰 開了啥死了 我的假法 說到這個故事我上次不是都講了嗎 我覺得西瓦納斯才是戴假法的人 而不是開爾薩斯啊 希望他是死人 那怎麼會長毛 沒事就這樣 除了我買女王啊你會怎麼點 1幾點 對小兵跟傭兵傷害加成 2幾點 我忘記了 某1幾點小兵爆破 大招點沉默劍 13幾點 我忘記了 16幾點我忘記了 20幾點 忘了就這樣 點完了 沒有啦 呵呵呵呵呵 只剩90就更無聊啦 我覺得 你這樣講 阿薩斯怎麼會有頭髮 阿薩斯不是死人啊 阿薩斯是死人嗎 我們上次不是討論過了巫妖王 不是不死生物啊 可是希望他是擺明就被復活啊 一定要點沉默啦 不要點那個啦 沒有人在點魅惑的啦 魅惑沒有屁用啦 那有看過男王事件跟魔物事件的有啊 一直砍小豬 一直砍豬升到三十等的那個故事 薩滿有其他角色可以取代索爾嗎 有啊 其實薩滿很多啊 只是要選誰被被比較比較比較大家認識而已 就是你要選一個夠代表性的 其實雷克薩也很沒有沒有代表性 我們那天在跟那個問啊 在跟那個聊 一樣是暴雪的員工 對 你們應該不知道是誰 反正就是就是 我們就問說 所以你進暴雪公司之前 你有玩 你有玩魔頭爭霸嗎 我沒有玩 你怎麼在這裡 你怎麼進來了這樣 冰桿成在 阿薩斯是不死生物 蛤 沒有啦 但是 我們就要回到不死生物 到底是不是不死生物這個議題了啦 可是阿薩斯沒有死不是嗎 看來這遊戲又變得很麻煩了 所以你你你用阿薩斯當英 假設你用阿薩斯當英雄 你用你用 你用阿薩斯當英雄 當自己當英雄 然後你然後你用 透明月先知補血 你就會口血這樣啊 遊戲越來越奇怪 沒有暴雪公司兩個講故事同一個人 是柏 柏阿爾也沒有 欸柏阿爾有死嗎 柏阿爾也沒有死吧 柏阿爾不是因為那個嗎 他被紅龍噴過 然後上帝說 你曾經被生命噴過 所以你不會死在這裡 然後柏阿爾就沒有死 不是這樣嗎 所以柏阿爾到底有沒有死啊 沒有我其實不知道 我我我有看過柏阿爾夫塔根的故事 因為我我當初如實戰績出張牌的時候 我完全不認識他是誰 所以我必須要掌 掌握一下他的故事 所以我才能在台上講的時候 可以有點梗出來講 我我那個時候不知道他為什麼叫超人公爵 那我後來去查才知道 才知道他曾經被那個亞歷史多莎噴火的龍火噴過 然後 然後所以後來他某一次死掉的時候 他某一次要死掉的時候沒有死 嘿 他才能這樣他才能叫超人公爵啊對不對 好我們現在點名 你們慢慢想這個問題的答案 看起來 對吧他沒有死吧 柏阿爾沒有死嗎 我記得的故事是沒有死啊 已經開始亂推了 不要問有沒有男女朋友這件事情好啊 對 理論上 不是理論 幹這不能理論 呵呵呵呵 柏阿爾福塔根啊 你們不是你們沒有玩那個嗎 你們不是有玩爐石戰績嗎 聖騎新傳說啊 就是拿了一個帽子 就真的就像萬磁王要戴起來 他是他是現任的巫妖王 我們認識的巫妖王都是先巫妖王好啊 魔獸的五隻巫龍儲爹最喜歡哪一隻 講個正確答案給你聽好啊 黑龍公主奧尼克西亞 其實我最早聽過這五隻龍的時候 其實我最早聽過這五隻龍 我最熟悉的是奧尼克西亞 為什麼呢 因為在魔獸世界的遊戲裡面 魔獸世界就是我們每次都會拿 年輕鬆大娃出來抽的那個 對就是這個對不對 這是上次的得獎者 就我們不是會拿這個出來抽嗎 好在在以前的魔獸世界的遊戲裡面 有一張牌 叫做什麼什麼 就是那個那個那個黑龍公主變成人形的那個樣子 躲在暴風城的時候那個樣子 對 然後他就做了一隻手下就叫這個名字 他能力是什麼呢 如果你可以湊到20顆水晶 紙牌遊戲的版本的 欸不是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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0 12顆還多少 反正是一個很高的 喔你看一下不是五巨龍 那我沒有一個認識的 五巨龍有誰啊 馬里狗斯 亞歷史卓莎 伊瑟拉 諾茲多姆 所以五巨龍是誰 亞歷 還有死翼嗎 死翼加死翼算五巨龍嗎 那就是死翼吧 那就是選他 啊幹死翼好醜喔 算了 那也是選伊瑟拉好了 還有之翼喔 那算了啦 吃土啊 那沒有啦 那沒有最喜歡的了 如果要 如果 如果你是問我龍的話 我一開始以為五個沒有放在裡面 好吧 那我不知道 還是選 還是選妹子吧 那還是選伊瑟拉 呵呵 還是 那就選噴火龍好啊 噴火龍好吸引人哦 好想當噴火龍哦 我講到哪 那我還沒有 我還沒有講完 為什麼 為什麼 我會對 奧尼克西亞這麼有印象好啊 曾經魔獸世界的紙牌遊戲 舊的紙牌遊戲的話 它裡面有做過一支就是那個 當初在暴風城躲著的時候的奧尼克西亞的樣子 就是做那個手下 然後 它是一個能力不怎麼強的一支手下 那當年為什麼打比賽的時候 有人特別擺它呢 它的第二個能力是這樣 如果你有辦法花12點 12點還多少點水晶 數字我忘記了 還是20點 20點應該太多了 我記得是12點還多少 你花12點水晶可以 你花12 如果這支在場上 你花12點水晶 犧牲它 你犧牲它跟你所有的牌 你說 那這樣要幹嘛 第二條的規則是 開啟一個奧尼克西亞副本 覺得如果你在比賽的時候 你有想辦法 你如果你在打比賽的時候 你想辦法把它叫下來 而且如果它可以活超過一個回合 超過一個回合 而且你想辦法開大招的話 你就可以拿副本 你就可以把牌全部收起來 然後把奧尼克西亞拿到 拿出來跟它打 天氣好酷 因為我們在最早的VLOG 如果你不知道我在講什麼 去看VLOG的第一集 對 去看VLOG的第一集 有講到這件事情 就是以前 如實是有出 魔術世界紙牌 遊戲是有出過 副本包的 我們也有一個副本包 然後全部炒掉 然後直接 變成打副本 酷斃啦 對 前提條件是 你要記得買那個副本 不要幹這種傻事 比賽有沒有成功過 有看過一次 我有看過一次 然後把牌全部 就是他把自己 自己的牌組 全部拿到旁邊去 然後直接把副本包打開 然後以一般的比賽套牌 以一般比賽套牌 要刷副本 不可能 幾乎不可能 光紅龍 光那個 光那個生小龍 就是把你咬死了 我記得奧尼克西亞副本 是這樣 就是 是奧尼 是奧尼吧 我記得是奧尼 還是黑 應該是奧尼克西亞 我記得奧尼克西亞 對面不能換牌組 你就是給我坐下來繼續打 對 然後我等一下就用紅龍把你捏死 就死掉了 他那個時候是 如果今天換副本的話 他 我記得奧尼克西亞第一面的人 第一面好像只有5滴血 還是10滴血 然後效果是 我一直開始時 我丟一顆骰子 然後我丟多少就生幾隻 1 然後就全部咬你 爽 贏了 不只88吧 對 這樣勝敗一判 就一樣啊 如果我打贏你 你就贏了 如果你把我副本清掉 我就輸了 就是 如果我打贏你 你就輸了 如果你打贏我 你就輸了 對 我可以結張 應該可以 應該還找得到這張 剛剛有人給我名字嘛 對不對 奧尼克西亞 卡特拉 卡特拉納普瑞斯托 好我搜尋這張牌的那個 收給你們看就知道了 這個真的是酷幣 20點嗎 我看一下幾點 還真的有瘋狂殺難的克制當牌 找到了 等一下我要查看圖片 這張牌叫卡特 好慢哦 網路好慢哦 網路好慢哦 哎呦有出現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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了 哦15點15點就可以了 呃 截取視窗 我BS在哪裡 新增一個畫面截取就好 這個吧 這個啊 你看 5點叫45 被限制背叛英雄 對 花15點把你所有的牌移出遊戲 開始奧尼克西亞副本 呵呵 打副本哦 呵呵 哇操 不可能贏 不會贏啦 你要花15點開耶 對 你一回合最多多一顆水晶耶 所以你基本上要15顆水晶 而且15顆水晶 那一回合還不能當回合開耶 所以你需要前一回合把他叫出來 而且要在場上活著 太困難了啦 不要想這件事情啦 啊 這只是扣幣的 我是聯盟方的 我們當時全部都打聯盟 你看 而且你的套牌只能擺一張 因為他是 他有唯一 他有UNIQO這個規則 UNIQO這個規則 就是這個這個這個 他有這個規則 所以你只能擺 你的套牌裡面只能擺一張這個 就不要幹 欸是是是只能擺一張 還是只能有一張在場上 我記得這是主牌規則 所以我記得是只能有一張 呃 可是規則詳細規則忘記了 這邊好多那個喔 人家整理好的 看起來不錯啊 你看人家整理好的 以前的炸單客耶 對啊 他叫地精工兵耶 應該去買一張 是叛叛變的 是叛變那一系列的U卡 去找一張好了 你看爆裂設計 啊我找了什麼東西 魚人 魚人邊魚人 這也不知道是誰 閃電的召喚 喔閃電的召喚是 喔OK 這就是每次我會拿出來送的牌啊 你看 大體理奧伏釘 是Wavegate 喔這個系列不好抽 這都是以前魔物世界的牌啊 就是我每次會拿來送的那一部分 不過我快送完了啦 所以我快要沒有料啦 大家自己加油 D D C Della D Svator 這個是雙子愛傷啊 最左邊這一把 最左邊這一把只有副本有 後面沒有這裡 這兩把是額外掉的 就是 這個是被詛咒的雙子愛傷吧 我記得 然後這個是這我王 對 你們應該看到吧 最左邊這把只有副本有 我有啊 我這個副本我有 欸 我丟在社團嗎 幹那我禮拜壓去社團拿 不 基本上就是這個樣子 喔在這裡耶 在我左手邊 算了我不要拿了 呵 就這樣 把這畫面關掉 講到哪裡啊 除雪局公共Song of the Stone嗎 裡面有一些暴雪美術圖檔 以前他 以前那個 我要講什麼我忘記了 所以要打這種戰術要打 要帶奧尼克西亞副本去 對 理論上要 為什麼呢 因為只要照規則玩 因為你要有帶才可以啊 喔 灰燼飾者不是雙子愛傷講錯 灰燼飾者 Ash is Brinner Ash is Brinner 我講錯了 進化前的灰燼飾者 灰燼飾者 雙子愛傷是另外一把 也在這個副本裡面 對 ICC 雙子愛傷 FORST F RST 是嗎 ICC 副本包 我把兩張兩把 幹 都是四個字 我就把他講反了 這個副本包的另外一把在哪裡啊 這個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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啊幹 看不到 在這個啊 這個啊 幹 麻辣 正好是一個拍賣網站在賣的啊 我記得 我找一下 喔 這個副本包整理還不錯耶 這個是那個副本包裡面所有的牌 第一個是他有 他 他有 欸 欸 替貞納畫新的圖 就像這個 這都是新的圖 然後這是暴風雪 欸不是 我看錯了 我就是那一個 然後這是那個啊 鏡像啊 這個大家一定很熟悉 對 這就是鏡像 不用啊 你副本可以先藏起來 你不用先放在桌上 雙子愛傷在這裡 欸 雙子愛傷能力很強耶 一點掉攻擊 一點掉攻擊力4 永久 一點掉攻擊力4的武器 當他 呃 當他利用這把武器造成致命傷害的時候 他會永久加1攻擊力 喔 幹 我忘了打開 這裡 現在有了吧 欸 為什麼沒有 欸 為什麼沒有 不是 我有開啊 出現了 沒有 重新再點了一次 雙子愛傷 一點掉攻擊力 一點掉攻擊力4 揮動費用0 這你一定不懂什麼意思 不要認真 這是一個武 這是一個裝備 需要兩隻手的武器 類型是剪 近戰武器 只能帶一把 收割靈魂 當這把 當 烏妖王用 這把武器造成致命傷害的時候 在他身上放一個加1攻擊力的指示物 他的攻擊力會額外提升 而且他會對敵方全部打2點 所以如果你用雙子愛傷一直砍 一直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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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一直砍